美国总统拜登昨天表示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会防卫台湾 这跟美国一贯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明显不同 媒体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的一中政策是否有任何的改变 或是只是口误 白宫发言人出面澄清表示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 拜登总统也没有宣布任何改变 国防部长奥斯丁也逼重就轻 表示他不愿讨论假设性的问题 奥斯丁重申 美国会继续协助台湾取得所需 自我防卫的能力 前一天被问到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是否愿意承诺防卫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不假思索 强调会防卫台湾 但相关幕僚态度低调 将中美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再颁出来 奥斯丁强调 美国会继续协助台湾取得自我防卫能力之所需 对于是否协防台湾 奥斯丁表示不讨论假设性的问题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美中关系因为拜登这番对台战略清晰的谈话而再度紧绷 中共军机不断扰台 再加上中国试射极因素飞弹 学者强调拜登政府释出的讯息已很明确 那就是一旦台海有事 美国不会做事不管 综合报导